好,咱们接着聊历史深处的民国,作者江城演播飞扬 书节上回咱接啥说,徐树珍小徐同志不早不晚捅了个马蜂窝,他把陆建章给干掉了 当然了,这也为日后自己的命运收场埋下了伏笔,因为这事儿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冯玉祥 当然这是后话,且说此时段祺瑞也没想到自己的小弟徐树珍干出这事儿,惊得是半天没说话 正所谓吐死湖碑,陆建章在当时北洋系统当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的站出来一拥而上 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要严惩徐树珍 而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要杀掉徐树珍为提拔自己与威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 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婉系扬奉阴违 段祺瑞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是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之声当中 1918年6月中旬,直系和贵系代表单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西战言和 8月呢,吴佩孚通电组合,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之政策 直系将领纷纷响应 到了8月下旬,那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吧 段祺瑞没办法,被迫呢,令前线的各军赞取首饰 在集体面前,个人终究是渺小的呀,集体才是伟大的 那即使此时,段祺瑞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 也得要放下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至少是暂时得放下 这边直系和晚系勾心斗角,那边呢,滇系和贵系 说实话,也没消停啊,也让人不省心啊 滇系贵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亭,心里边也非常不爽 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呢,没兵没钱 你老老实实的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贵系干活,又不给好处 于是呢,这两位决定啊,不跟孙中山玩了 当时在陆荣亭唐继尧看来,孙中山的这个行为隔今天 这叫白嫖,对,光干活不给好处,这怎么行呢 所以呢,在通系之后啊,陆荣亭唐继尧决定啊,想办法赶走孙中山 1918年1月底,成碧光被刺杀 对,成碧光就是那位海军司令啊,也是孙中山手底下唯一的库庸部队 而关于成碧君被杀,这起事件背后,主使一直是个谜 史料呢,提供了两种说法 各位,主流说法是贵系老板陆荣亭派人干的 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底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 而非主流说法呢,是孙中山的亲信诸直性干的 杀人动机嘛,是成碧光和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原因暂时不清楚 无论怎么说吧,成碧光的死对陆荣亭和唐继尧来说呢,是一件好事 这之后,陆荣亭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的议员们 并且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啊,不太合理啊 过于专制和独裁 咱们呢,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 多选的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 这呢,比较公平,对吧 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对不对 避免一言堂嘛 而比起陆荣亭啊,唐继尧呢,则表现得更加嚣张 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是冯国璋为大总统 推陈春轩为国务总理 至于孙中山吧,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啊,办理外交 对,你到外边转转 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凉快,哪呆着去吧 1918年5月4号,非常国会召开会议 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们虽然坚决反对 但仍然没法获得多数投票 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亭、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 正所谓,是可杀不可辱啊 你这太恶心人了,对不对 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 我不干了,并且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点 辞职嘛,肯定不是今天所谓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对吧 尽管当时那么多人希望他出国去随便看看 但是,孙中山有自己的革命理想 他在电文中呢,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 愤然指出啊 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 武夫当国 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鹤 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啊 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但很遗憾,手中没枪啊 革命能成吗 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 孙中山辞职之后 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陈春轩等七个人为政务总裁 以陈春轩为主席总裁 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 孙中山在1918年5月21号离开广州 回到了上海那个温馨的家中 护法运动,各位就此宣告失败 护法运动是失败了 成了过家家 但孙中山呢,并没有完全失败 或者说他并没有放弃 奋斗了这么多年 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 这支武装呢,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 一般呢,我们称之为粤军啊 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 而这支队伍对外呢,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 其实有点水分啊,几掉水分的一共也才五千人吧 大概两个团左右 虽然说编制的水分有点大 但是这五千人各位却一点不水啊 其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军政两届 叱咤风云的人物 你比如说李济深、邓衍达、叶挺、陈明书、陈济堂、蒋光赖、蔡廷凯、张发奎、薛岳 对,薛岳这个名字得再说一遍 薛岳,战神,对吧 再就是于汉谋、陈可玉 这些名字都熠熠生辉啊 这当中有几位我们要稍微提一下 比如说于汉谋是广东人,陆军中将 这人的履历呢很有意思 虽然说没打过胜仗 但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 感兴趣或者说有机会我们还会提到他 再就是陈可玉 这位广东清远人啊 可以说呢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团长 为什么说他牛呢 因为叶挺当年是他手底下的一个营长 后来抗战当中杀日本人最多的战神薛岳 也曾经是陈可玉 陈团长手底下的一个营长 你说这算不算是最牛团长 对不对 陈可玉 好再说回来 说当时孙中山呢 虽然说护法失败了 但是对于他的革命生涯来说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因为有枪有队伍了 有了军队 说话底细就不一样啊 各位你们这些个臭军阀 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 得我不陪你们玩了 我去福建再开辟一片天地 1918年6月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谈话 让陈炯明和许重志各统一军进攻福建 开辟闽南根据地 蒋介石当时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当中 他当时的身份呢 是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 那蒋主任你好 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 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 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当中 表现出了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 对 打这开始 各位 越军出发了 一路走来 大齐招展 山河如画呀 那么 另起炉灶的孙中山 对 又一次另起炉灶 接下来他将如何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呢 这股崭新的力量又将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呈现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请您揭茬往下听 好 咱们接着说 粤军出发了 对 当时蒋介石也在队伍当中 此时 他的内心激情澎湃呀 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报复即将照进现实 在这支队伍当中 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之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呢 叫邓坑 另一个叫朱直信 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 许崇志 他们四位 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 当时粤军的主要对手在福建的主要对手啊 是晚戏的福建都军叫李后基 李后基江苏丰县人啊 北洋政府时期呢 被封为权威将军 在战争的初期 双方的互有胜负啊 不相上下 但是在关键的大浦和张州之战中 蒋介石出漏锋芒 力挽狂澜 当时他亲上前线率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此后粤军的一路攻破松口 秋冰永泰直逼福州 历时半年吧 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 孙中山呢 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 闽南护法区 虽然说蒋介石同事啊 曾在永泰之战中的中了李后基的坏招 因为非战之罪打了一场败仗 但是蒋介石在这次战斗当中 所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 还算不错的 就连残载民对陈久明都夸他 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 凶职一人啊 要说陈久明这话听着有点像高级彩虹 对不对 但也确实侧面印证了当时蒋介石 年纪轻轻啊 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只是听着让人有点起鸡皮疙瘩 而就在此时啊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啊 却做了一下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选择 什么呢 辞职 对 我不干了 快快 你说这这怎么回事啊 淡泊名利吗 照说革命还未成功呢 怎么就选择躺平了呢 原来啊 蒋介石选择辞职是有原因的啊 主要呢 是对工作环境的不太满意 具体来说嘛 首先他属于小资本 对不对 资历很浅 年纪又轻 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大贡献 还被委以重任 因此呢 受到了乐系将领的嫉妒和排挤 提出正确的建议呢 也没人听财学 无法施展 这样的工作环境让人憋屈 第二呢 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 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啊 广东人的广东 你把浙江人放哪 对不对 人家老蒋是浙江凤华人 你说老是喊广东人的广东 这有点让人不舒服 对不对 地狱歧视啊 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呢 会叛变革命的 再一点 蒋介石希望能够 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 但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呢 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样的原因放一块 让蒋介石感到非常失落 所以呢 他找了个借口啊 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 离开了部队 当然了 熟悉蒋介石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事呢 也不用太奇怪 毕竟 这将会是他接下来的人生常态啊 每当行事不如意啊 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是下野 对吧 这一次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呢 他辞职的频繁程度 令人咄舌呀 当然了 蒋介石也因此呢 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和懵懂 认真的去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并且做出修正 好 再说一说当时的国内情况 你看 孙中山被人驱赶了 好歹有了自己的地盘 对不对 当时武力统一这事 也暂时告一段落 孙中山被西南势力驱赶 这事对于北京政府来说呢 同样也是一大利好 所以这会儿 冯国璋和段祺瑞 终于可以暂时睡个安稳觉了 但说实话 这日子没过多久 好日子很快到头 又来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 什么事呢 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 必须按照法律程序啊 进行重新选举 以确定新的大总统 可问题是 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 又该选谁呢 可以想见 当时好不容易暂时握手言和的冯段二位 他们俩又得相互搞事情了 那么接下来冯国璋段祺瑞 他们又将如何接着斗法呢 这个国会该怎么弄 这个选举又将如何进行呢 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 请您接茬往下听 马里奥也欢迎各位随时点赞留言互动分享 订阅咱们的节目呢 可以随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 得来更多精彩故事 咱们下回接沉而再聊